他pick了好久 我哪怕他多秒一会儿都行啊 好这这这一侧是终究有人没有逃过啊 这个其实没有对比没有伤害是吧 是的 一个高速移动中把武器直接被打下来了这一分 那这样的话李白得开溜了 嗯 主要是还因为这一会儿刚好 反正我早去也逃不到什么好 不如慢慢来说不定左右还可以都压一手 是的 诶这个时候居然是 这个击倒 他才会刷个疯狂 奥林斯翻车了 一个高骗停车 呃这一波是只能说是命不久矣 这就必死了 是的 这个位置 啊轻松拿下一分 而且这一波反而是 杨真比说这波接翻 这个包是随时可以舔的 嗯 否则你这波是不好打的 不好接 啊真来吗 这波真打不了吧 永远这一波怎么开 诶这是直接要贴近点啊 这个确实打不了 你看这边贴路他怎么着 诶但是这次12 12真的是不答应 兄弟别干了 是 桑塔刚好在换子弹 哥们要补 但是这个背身露出来 12也在换子弹 你看到没 他也在换子弹 桑塔这个位置找数 这数太细了 哎呀 我最后还是被小鹿找到一个破绽 是的没想到小鹿这个位置主要是 但是小鹿是扛着篮拳伤害的 平均后面是来自小九的枪线 另外一边 都在打左右都在打 是的 阿伟那边反而是被阿瑞孔得和 把这个 反扑防放掉 这打得也太嗨了 这才阶段几 哎 打了打了两个牛兄之后 是的 是的 一发不可收拾了已经 主要是 富翁们也是觉得这个点 再绕好像没地方去 要么首先就打了吧 但是我感觉 看前面阿伟那个位置呢 感觉又不是很想打的感觉 不知道他们 不知道他们对内沟通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哦 好像有福西来人 但是不好通 哦 并没有想到 哦 他要去龙几山脚下吗 龙几山脚下了坑 但是过点这个太远了 就多走了一步 然后就被以前的队友给打了 前面那个坑其实可以的 这次的进攻角度 只有这一片围墙啊 就完全被锁死了 你没有什么更多的进攻角度 枪线太统太统一了 是的 呃 这个指甲啊 确实让人peak的机会都没有 对吧 就是完全锁定在你这两个脚 两个人过来 哦 反打了一个 不过这边2011 就是DSS的这个正面作战能力也是很强啊 是 诶 被堵了个 没了 直接就最后一个毒狼了嘛 之前 一个窗户外面还有一个人 哇 说得好快 这个反步方其实不好冲的 身法灵敏 最后一个 哇 全部带走 太稳了 哇 悟空真的太稳了 诶 其实天涯技的这一步进攻呢 就跟DSS前面是一样的 就他冲一波又起 呃 GFY的强冲 现在悟空的状态还没有 弯弯形成调整过来 结果就已经被冲下来了 是的 因为这次只有他一个人 那个房子 郁郁放到拉童 我今天最近郁郁的状态真的是好顶啊 是啊 郁郁打出自信了呀 是的 郁郁在这个下斜坡 还在 叶阳一颗手雷 对方是直接 直接跑位 我正面 黑下的枪更 更顶了 跑得有点过了 是的 他已经就是跑了 已经脱离掩体了 SASA是被扶起来了 这都能给他扶起来的 嗯 就现在小童跟SASA 互换 互捣 现在SASA要把 要跟这三个人队 关键是 天霸这波要 踩到铺上进攻的话 会吃到CDG强性 CDG现在北边没人了 我另一边GFY 一波刷屏 悟空被带走 原住民被连根拔起 GFY直接这个搬家入住 拎盒入住了 那边好多盒 确实 这拎了个行李箱 直接往里进了 我也是瞄错了 但是SASA没头啊 扔了个啥雷过来 削了个血皮 有点难搞的 这一波 哦 打了一个 尽力了 还能操作吗 SASA 哦 这是IFT 还冲了牛他皮的位置 应该是 还是零术 零术 直接不管了 兄弟们我溜了 但是SASA没办法 是的 这个没办法 他这个位置的话 确实想象也太久了 主要是天霸跟天露 这一波战斗纠缠的太久了 让CDG腾出了手的空间 去处理他们 北北又没人 CDG又是一波空边啊 而且脚下还给了个空头 这把CDG 牛海皮还是打了一些防守战的 是的 长龙打了一个 这是打的原点的把 这是打的原点的把 关键是 他还来得及去拿人头吗 竟然来人了 我感觉缝隙 看到敌人 但他不好出枪 外面的人也很急 他想跳舞色 但是 PAROL跟石器在打 那是会卡下 而另一边PAROL去冲击了石器 长龙被燃烧冰烧倒 小狮子直接被补掉了 好像本来PAROL人就不多嘛 是的 这前年为两个人全部失守了 嗯 现在反而是正面战场 XCG处理兰博 只要 投资物运用到得当 就不会被出现这种 这个被换掉的情况 你慢慢打不用着急的 是这个时候还可以去拿一点 这北边刚才 是的 这XLG的分数 你看这里 JSY抽的把XCG来接收 CTG接收了 CTG先接收了一波 那没办法了 CTG本场又拿了好多淘汰啊 是的 还可以做一杯的 他抽中的两个人没了 他是南北两侧呀 就是前年为 直接被XCG融化了 再来小鬼一颗雷 刚骑就没了 是的 XCG这个双方其实控制的也还不错 小鬼在扔雷方面 只要前面不是建筑物好像还行 是的 最后南博也是被Kendy给解决掉 那么北边CTG在往圈内进的同时 是前面应该是被XCG打下来一个 好像车上以鼻子就打了一个 嗯 北边这个混战的话 XCG是肯定要参战的 XCG是要把北边全部控出来 XCG派了两个人去 派了谁 XCG和XCG受 是的 呃 应该是四人集结 四人要抱团去清了 XCG XCG 场上很困难 天天 打了一个 两个 凌强这波扫射啊 Kendy最后 就是被凌强 还是被凌强扫射扫下来 XCG来收割了 是的 凌手在旁边狂K 只剩凌强一个 是弄K一头我刚看到了 一圈 啊 直接被 XCG受点下来了 嗯 场上还剩四支队伍有一个毒狼 现在 NUHAPPY对 VLG虎视 他下了 我这边有两个兄弟 火力能不能帮我去靠一个 好了这个人 这个车那个是吧 对对对 他还能拉兄弟 破车也 卡车也 卡 爬到圈内 XCG的側翼就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问题在于就是其他就是其他的敌人在这个麦田圈上对他们真的没有什么贴脸的冲击 确实 没有没有载具嘛 对 所以说就是打吧 就是我觉得零术是没有办法一打四的 他最多就打倒一个嘛 对 打倒一个我觉得对场上局势其实影响也不太大 是的 是的 除非说是 VLG NUHAPPY加零术同时向实体出手 对吧 但这个也不太现实 因为现在实体整体的位置太好了 加上蓝圈的逼近啊 导致场上这三支队伍都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进圈 是 现在就是实体能不能把冲赛圈的分数全部都拿到 对 还是最后一个 发现 发现不对了 发现我要记 NUHAPPY处理完之后不对了 这个我肯定说 IFTY还有一个 IFTY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IFTY人 啊 这个不敢对了吗 小辈是无掩体的 不管怎么样至少一个人的信息是不给了 不给了 啊 恭喜17战队在本场当中也是 那